你 撒过谎吗 女士 这是我们店里最贵的车型 你看怎么样 我很喜欢 直接签吧 好的 这就给你拿 我看到秋秋买车了 女士 你的合同准备好 好 等我回来处理 公司有急事 需要我回去处理一下 这车帮我留着吧 过两天来取 我上午去送云建的时候 看着秋秋在买豪车 都在签合同吗 你要什么呢 秋秋 听说你买车了 而且还是豪车 那个车可是我一辈子都不敢想的 你一个月薪三千的实习生 你买着车 是我男朋友 我下个月要结婚了 他送我作为新婚礼物 哇 你男朋友真大方 是富二代吗 好羡慕你啊 我也想要这样的男朋友 那你必须得一起吃饭啊 该请 该请 今天你们想吃什么 随便点 我买单 这个 这个鲍鱼不错 还有这个澳洲大龙沙 这个脏鱼看起来也很好吃 来两份吧 来两份 这个也来两份 你们先吃 我吃下洗手间 好 喂 你装五千吧 我有急用 五千啊 行 我一会儿装给你 你待会儿换身西装 然后再找一个好点的车来接我 你又干嘛呀 你别管 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乔乔 我男朋友来接我了 我先走了 豪车哎 下个月结婚可千万别忘记 请我们吃饭啊 肯定的 哎 这是什么啊 你乱跑 我怎么不知道我们下个月要结婚了 你别管 我不管 你请客吃饭要花五千 让我把客户的车开出来装富二代 还说我们下个月要结婚了 你能不能有句实话呀 骗人内不累呀 要不是你没钱没本事 我至于骗人吗 当初真人瞎瞎了眼才看得上你 我没钱没事 想要宁去找个有钱有事的呀 我来看看 您好 乔女生 你这电脑到了 什么电脑啊 我这个平板也太卡了 又卡住了 你这电脑该换了 您看我刚下的单 苹果最新款 完了完了 我忘了退单了 师傅不好意思 我忘记退单了 你能帮我退一下吗 大姐 你第一次在我这买东西吗 非质量问题一律不退不换 刷卡还是现金 一共12999 我能手机分期吗 哟 秋秋 又换新电脑了 不会又是你男朋友送的吧 秋秋 你男朋友是干什么的呀 开车行的富二代 哟 开车行的富二代呀 我跟你们讲 今天我去修车 你们猜怎么着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着 怎么着 他男朋友给我修的车 啊 不可能的 你们看 是不是他男朋友 对对对 就是他 那天我们见过的 我们见过的 他一边修啊 一边对老板骂 应该是他爸骂的吧 你们知道说什么吗 不想干 就给我滚蛋 这语气听起来 也不上书后子 是是是 真是好笑 原来车房就有修车厂了 那你装什么呢 我就说他怎么这么有钱 衣服包括什么的 估计都是A货吧 你干嘛啊你 你让我装起干嘛 以前有钱在我车上车上房是吧 你房租怎么给 这房子 我不租 我 我 秋秋 我们回家 和你有关 光红不堪 若是真的敢问作证 可来追恶 就好像你曾在我隔壁的班级 就好像你曾在我隔壁的班级 那我去上班了 拜拜 有些人脸皮可真厚呀 都这样了 还有脸来上班 这人脸皮也太厚了吧 我去上班级了 我去上班级的班级的班级的工程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接你去吃饭 去哪儿去啊 秋姐家吧 我接上接你 好了 没事 姐 这是秋秋 姐 秋秋是做什么的 哦 是 秋秋是产品经理 她父母都是老师 你小子有福气啊 找个这么好的女朋友 找个这么好的女朋友 看这个好的 我也想要这么带 人家两个算什么呀 人家秋秋男朋友那么有钱 虚伪 片子装什么呢 有时候 可能你都不记得 我撒过什么慌 但 听的人记得 不是的 我只是个实习生 工资只有三千 我父母是农民